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保存文件 好 我们单击考生文件夹 在考生文件夹中 我们双击打开word文档 好的 按照参考样式 word参考样式完成设置和制作 那么我们再次打开考生文件夹 双击打开word参考样式 好了 我们将它最小化 好 我们来看第一题 设置页边距为上下左右各2.7厘米 双钉线在左侧 好了 我们单击页面布局选项卡 单击页面设置对话框启动器 打开页面设置对话框 好 那么在页边距上位置输入2.7 然后下的位置输入2.7 左的位置输入2.7 右的位置我们也输入2.7 然后我们修改装丁线位置为左 单击确定 好 设置文字水印页面背景 文字为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 水印本式为邪式 正好在页面中 我们在这找到了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 这几个字 我们可以单击Ctrl C复制 我们单击水印 好 自定义水印 选择文字水印 我们选中保密按Delete键删锁 然后Ctrl V复制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 大家也可以输入 也可以手动输入这些文字 然后反式选择协式 然后单击确定就可以了 这样我们就做完了第一题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小题 设置第一段文字为标题 好 我们将光标移动到第一段文字中间 然后单击开始选项卡快速样式中 我们选择标题 好 设置第二段文字为副标题 我们将光标移动到第二段文字中 然后单击快速样式中 选择副标题 改变段间距和行间距 间距单位为行 好 那么我们将第一段和第二段选中 单击段落对话框启动器 打开段落对话框 大家来看段前段后 目前都是单位都是棒 那么我们将它选中 输入0.5行 好 断后同样的方法 我们输入0.5行 然后行距我们设置 1.5倍行距 单击确定就可以了 使用独特样式修饰页面 好 我们单击更改样式 选择样式集中选择独特 好了 这样就可以了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下面的要求 在题目顶端插入边线形提要栏文本框 将第三段文字移入文本框内 并且设置自己字号字的颜色等等 好 那么我们将光标移动到文本的最前面 我们单击插入菜单中选择文本框 那么在文本框内置的文本框中 我们选择边线形提要栏 好 接下来我们选中第三段 CtrlX进行一个剪切 回到文本框内 右击选择只保留文本就可以了 好 接下来我们设置字体字号 我们选中这些文字 我们字体我们设置华文凯帖 字号我们设置小字号 字的颜色我们设置红色 然后字形我们设置加粗 好了 这样我们就设置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看后面的要求 在该文本的最前面 插入类别为文档信息 名称为新闻提要栏 好 那么我们将光标移动到 中国经济网的最前面 我们来单击插入文档部件选择欲 那么在类别我们根据题目要求选择文档信息 那么名称的位置我们来看一下 题目要求我们输入新闻提要 但是我们看一下参考样例 在参考样例中我们看一下 在新闻提要的后面有一个冒号 因此在这儿我们需要新闻提要 还要加一个冒号 好 我们加上冒号 然后单击确定 好了 这样的话第三题我们就做完了 接下来我们来做第四题 设置第四至第六段文字 要求手黄说尽两字符 好 那么我们来选中第四到第六段文字 我们单击开始选项卡 单击段落对话框启动器 然后在特殊格式中 我们选择手黄说尽两个字符 将第四至第六段的断首 设置为斜体 加出红色双下画线 好了 那么我们需要将这几个段的断首 这几个字选中 那么我们按住Ctrl键 就可以选中不连续的信息块 好 我们进行选中 选中以后我们来设置为斜体 然后设置加出红色 然后双下画线 打开下画线 选择双下画线 好了 这样我们就设置完成了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参考样例 参考样例一致没有问题 好的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下一道题 将文档 或统计数据后面的内容 转换成两列九横的表格 为表格设置样式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把这些数据选中 首先我们选中数据 然后呢 我们单击插入菜单中的表格 选择文本转换为表格 系统默认就是两列九横 我们单击确定就可以了 好 接下来呢 为表格设置样式 我们需要设置哪一种样式呢 我们需要看一下我们的参考样例 大家来看参考样例 就是这个样例 好 那么我们现在选中我们的表格 我们来找一下 就是我们的浅色底蓝强调文字颜色2 这个样例 好 那这样我们就设置完成了 好 接下来我们看后面的题 将表格的数据转化成处状柱形图 插入到文档复统计数据的前面 好 我们来看一下参考样例 也就是说要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插入这样的一个处状柱形图 好 那么既然是要放在这个位置 我们就将光标点在复统计数据的前面 然后单击插入选项卡中的图表 我们选择系统要求我们处状柱形图 也就是我们柱形图这个类别中的第一个 我们单击确定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数据 那么数据呢 就是我们这个表格中的数据 那么因此我们选中表格 Ctrl-C 我们复制连贴到我们的Excel文档中 好了 那么我们的实际有效数据 我们用的是前两列 因此我们修改一下这个图表数据区域大小 好 修改完以后 那么我们回到word文档中 大家来看一下 我们做好的这个处状柱形图 跟我们题目要求是一致的 对吧 好 那么我们这一步我们也就做完了 那么大家来看一下 后面还有题吗 最后要求我们保存文档 好 那么最后我们将文档进行保存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提供